周一 中俄在日本海的联合军演结束 周二 日本确认中俄两国十艘军舰通过日本本州和北海道之间的金钦海峡 日本政府表示 这是中俄军舰第一次穿越金钦海峡 日本将密切关注 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称 这没有侵犯日本海域 也没有违反国际准则 金钦海峡将日本海和太平洋隔开 被视为国际海域 不过日本和中国以及俄罗斯都存在领土争端 中共官媒报道称 这是中俄首次举行联合海上战略巡航 并认为两国军舰的联合行动将成为新常态 近年来 随着和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 北京和莫斯科寻求建立更亲密关系 新唐人记者毕欣慈 林明迪综合报道